关于沃威斯这个采访大家看到之后 刚才其中有一个重点大家没有看到 我当时就讲我说你来干啥老子都知道 是吧他也没想到只弄了三分钟啊 最后选出来只选出了三分钟 包括到年底前他要推出来 我们到后来说的时候说你公布过 你不公布过你公布了 他说我们要在RAW上来弄啊 然后呢我们要到年底啊 我就知道这是给冬奥会的献礼 所以说咱对他瞄得准准的 而且伊萨贝拉扬这次的出手 大家千万别定义咱是邪教 定义我们是西方民主的威胁 这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说咱要反应不敏感 咱要反击没有力度 那就完了 而且这次我们看美国拜登法案 你就能看得出来 共产党的内部对这个法案上的认知 包括习本人对这个认知 这回他是很冷静的 非常非常冷静 他知道这回美国真的狼来了 要跟我决一死战 所以杨洁篪王毅的这个讲话 他绝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个讲话在党内的影响 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能打赢美国 包括习本人 他只是觉得我得试试 没有人心 王毅杨洁篪他太懂得的道理了 当年康生讲过一句话 当你张嘴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到一个后果 就是你想说的话 正好向反的说 你就赢了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